很多的老外都认为 清洁游泳池是一份很特殊 同时又很解压的一份工作 虽然也有人觉得它很脏 那么到底有多解压呢 这是一个闲置了很久的泳池 你没有看错 台阶上面的污渍甚至都凝固硬化了 所以他们要先把表面的污渍软化 等待它泡发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用刷子来刷一遍 完了之后再用水冲洗干净 个别泳池的内部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说一遍 说完之后还要用高压水枪 把表面的脏东西冲走 出水口里面可能也常有垃圾 往里面喷水 就可以把衣物带出来 其实这个泳池还算是比较好清理的 因为有一些飞气时间更长的泳池 甚至还有长满杂草的 这些就更难清理了